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主演肖战来说 肖战破圈跨界闯世界的能力都有目共睹 仅仅是肖战本人就有很好的国际市场 更不用说这部电影意义重大 阵容强势 配置顶级 走出国门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从粉丝们的反响来看 大家纷纷表达了期待和支持 目前还没有上映 这部电影从一开始备受关注和期待 不敢想象上映或是什么样的场景 无关其他 只要这部电影上映 个人就会和亲朋好友一起去电影院里 欣赏肖战的精彩表现 一如既往信任肖战 不会让观众失望 讲真 娱乐圈有才有貌 甚至才貌双全的人 从不或缺 然而能够做到长红的人少之又少 而肖战以素人之身勇闯娱乐圈 从零起步到如今霸顶内于五年之久 无人可敌 也是令人称奇 肖战这一路腥风血雨 披荆斩棘 伴着无尽诋毁与打压 却始终宠辱不惊 始至不渝 一往无前 总有人觉得他红了这么久 该走下坡路了 但被肖战一路打脸 验证了一个现实 他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 过去没能害死他 如今声势如日中天 未来还会走向更大的舞台 记得一位品牌老总说过 之所以选肖战为代言人 就是因为在他身上看到了 把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精神 这与品牌里面极为契合 是的 在他不偿的娱乐圈生涯中 我们见证了他把太多的不可能变成可能 变成现实的例子 关于肖战 有人一路唱摔他 却一路被打脸 可以说肖战一直顶着逆风攀上高峰 让许多人颜面无存 遭遇史上最残酷的网报 都说他完了 他去浴血归来 横扫内娱 他的归来后 第一个代言猛牛被抵制 被黑 结果品牌网站被挤爆 日常品居然被抢断货 肖战用事实证实了他的人气 证实了他货真价实的影响力 粉碎了所有谣言 也吹响了这一年商务井喷的号角 还有三年72场话剧 肖战非但人气不减 还华丽变身 成为真正被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从此走入主流市场 资源飞升 繁此种种 不可禁数 肖战就是有这种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能力 如今 中营董事长傅若清 在接受采访时提到 最期待的是徐克指导 肖战主演的 《射雕英雄传之侠之大者》 称肖战的古装造型非常好 他们的演绎 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 关于演员 他说 很少找流量演员 但在各方面都合适的情况下 流量不是缺点 这无疑是对肖战的莫大肯定 讲真流量从来不是缺点 在肖战身上更不是 澎湃的流量 只因他出臣的优秀 正因出臣的优秀 才有副董口中的各方面都合适 看似简单的一句话 可不是简简单单能做到的 放眼内鱼 实力 星光 号召力 三者合一 舍肖战其谁 另外他透露 这部电影将在年内上映 计划全球发行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我们国内的许多电影 是只在国内上映的 能全球发行的是非常少的 而肖战成名后的首部电影 就能全球发行 这起点不可谓不高 当然 这与徐克指导 金庸的IP有关 但与肖战自身的实力与影响力 也密不可分 今年正值金庸先生诞辰100周年 明导大IP搭建出舞台 肖战才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是最终的呈现者 作为风靡全球的武侠著作大作家的作品 大家知道 这其中的意义有多重大 大家知道时装周上 他的时尚星光 已经风靡世界 如今 他将迈向更大的舞台 且看他大荧幕上的角色风华 怎样席卷世界 学习犹如春起之苗 未见其长 日游所成 诗学犹如魔刀之石 未见其损 日游所诗肖战绝对是中国影视圈内 那凭借扎实演技和不懈努力 赢得观众与业内双重认可的青年演员 自2015年 在《燃烧吧少年》 展露头角 可以勉强算作正式踏入娱乐圈以来 肖战以其独特的人格魅力 敬业精神 以及对角色深刻理解的能力 在短短几年间迅速成长为 华语娱乐圈的中流砥柱 近年来 肖战的作品不仅在市场上收获了极高的收视率和网络热度 更在艺术品质上赢得了专业领域的广泛赞誉 无论是古装奇幻剧 陈情令 中的魏无限 还是军旅大戏 王牌部队中的铁血军人 肖战以深入人心的角色 塑造展现了其多元化的表演才华 在王牌部队的拍摄过程中 他提前进足体验生活 每日清晨五点半便开始接受高强度军事训练 这种对待角色的严谨态度和对作品的现身精神 无疑是其作品口碑持续走高的关键因素之一 不仅如此 肖战勇于挑战自我 积极投身于话剧舞台的魔力 参与央华版《如梦之梦》 长达三年的全国巡演 这一经历不仅让他的演技得到了更为深刻的锤炼 也让他在华语话剧界声名雀起 所获赞誉无数 彰显出他作为艺术家深厚的文化底蕴 和不俗的艺术修养 尤其令人期待的是 肖战即将在徐克导演指导的古装武侠电影 《射雕英雄传》 《侠之大者》中饰演郭靖一角 众所周知 郭靖这一角色 承载着金庸笔下最厚重的家国情怀 和志诚志勇的人格魅力 选择肖战来诠释这一经典形象 既是对他在过往作品中积累的口碑和实力的认可 也是对他未来潜力的巨大期许 肖战通过在前期准备中深入研究角色背景 性格特点及武术技能 相信他必将呈现出一个鲜活而富有层次感的郭靖 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惊喜 但是在这些与诸多圈内艺人合作的作品之中 傅若清称赞肖战的演绎 让人眼前一亮 蒋家俊夸赞肖战十分敬业 并且钻研角色 陈玉山说肖战不在乎自己的颜值 有着当演员的自觉 留言说肖战骨子里有种翩翩君子的气度 眼神干净 这些圈中大佬对肖战的评价 无一例外都是积极正面的 能够让这些人给出极为正面的评价 肖战究竟该多么优秀呀 演技好 形象加国民度高 观众员好 会选剧本 会塑造角色 那么他就已经是一位颇具实力的好演员了 回顾肖战的演艺生涯 每一次成功都不是偶然 背后是他对艺术的热爱 对职业的尊重 和对个人成长的执着追求 天赋与努力并重 使得他在每一个角色演绎中 都能展现出独特的光彩 这正是观众对他爱戴有加的原因所在 肖战的起点或许是普通的 但他通过不断的进去变得越发不凡 在肖战身上 我们看到了一个努力的人 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进而变成现实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肖战身上 我们看到一颗东方巨星冉冉升起 不断走向更大的舞台 是将心要世界 加油 总之祝福肖战 也要提前恭喜肖战 这部电影看起来预定票房大卖 再加上新剧《残海传》 也将成为爆款 肖战是很火的实力派演员 希望肖战保持出心 在接再厉 在未来的演艺道路上 为观众们带来更多的好作品